8月7联合公报我们提出来 你要像8月7联合公报那样 逐步减少最终宗旨 排在第二位的 你看是就是专属经济区的活动 就是说美国在在我们的黄海南海 不断的进行抵禁侦查 有飞机有舰船进行骚扰 而且这种活动啊 在最近这一年不仅没有减少 反而是增加了趋势 那么显然这是损害中国的安全力的 我想徐国主席这次明确指出来了 所以要求他们逐步减少 乃至最后销毁 但是后两个问题呢 虽然不如两个问题重要 但是不管对我们中方 其实对美方也是这样 你后两个问题不解决 也会形成我们今后战案 你比如说法律问题吧 法律问题什么问题呢 2000年有一个 美国有一个国防授权法 在这个国防授权法中 其中规定了12项 限制美方和中国交流的领域 后来又有个敌来的修正案 又有三项内容 限制美方和中方的交流 这次很有意思啊 就是徐国主席在跟盖茨部长 会电的时候 谈到2000年国防授权法 国防部长盖茨竟然说 说很不好意思 2000年国防授权法 我不知道它具体内容 我不是很了解 然后就把这个问题 规避过去了 你比如说后来的 敌来修正案 甚至在一些 不太敏感的领域 美方都做了限制 这显然对我们不信任 比如说这次的 七项共识里 有一个军事医学交流 其实在此之前几年 我们跟美方都达成过 军事医学的交流 但是始终没有实现 为什么没有实现 就是敌来修正案 有一个什么 后勤部门 就后勤的交流 其实它不太敏感 那么军事医学 又属于后勤这个领域 所以它就给限制住了 所以这次如果说 我们有一个突破 除了在减灾啊 人道主救援啊 海空演习 扩大范围以外 军事医学交流 也是落实以前 我们达出的一个协议 不过我也注意到 小军最近好像在媒体上 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 就是也谈到说 你邀请我们军方人员呢 去参观这些 所谓的绝密的这个基地 也无非就好像是 把家里的手势呢 给你看一看 但是呢 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呢 感觉像是 你踩着我们的脚趾头 所以这个要是相对起来 你不能说 踩着我们的脚趾头 给我们看看你的一些首饰 觉得给了我们多大便宜 这是一个就是两件事 就是说 你说要跟我进行这个军事交流 互相这个 就是互相的这个透明 你确实跟我看了 你的战略司令部 但是同时不平等 是你一直在 这个对保持对台军售的权力 同时还对南中海问题 是这个一步都不让 抵近侦察 其实关于海上的问题 它牵扯到中国人的感情 因为我刚刚过过国庆 我们知道 我们一旦谈的时候 谈到中国的时候 往往都是从1840年开始 那么1840年之前 我们跟很多西方国家 我们是顺差 最后他们就是说 要弥补这个顺差 他们就卖我们鸦片 我们说不能卖鸦片 于是他们就派军舰来了 派军舰来了 就把我们打了 于是最先是英国人打了 1840年以后 后来就包括美国 这些国家都来了 当然除了意大利 当时有点面没来 就都跑来了 都跑来说 中国这就是只要来军舰 他们就能给我们银子 就能给我们海关一切权利 那么这样的一个记忆 对于中国人来说是非常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